今天非常高興 那么带着我们中华队国家代表队的大专校院的选手 即将在桃园机场搭飞机前往成都 参加今年的世大运 世大运本来应该是两年前举办 不过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延后到今年的7月28号到8月8号之间 来办理 这段疫情期间 大家也都很辛苦 但是我们选手都做好了冲突的准备 以及在国庆中心 以及在训练场地里面 他们来积极的备战 体育署教育部跟国庆中心 以及大专体种也都做了最好的支持 希望让我们的选手 能够发挥他们的这个潜力 那么在这个世大运上面 能够为自己也为我们国家 来争取最高的一个荣耀 那这次世大运总共有18项 我们东华代表队总共有参加了16项 参赛的选手人数总共有210人 总的队值员总共有315人 可以说是疫情之后 阵容最庞大的一次的赛事 我们期待我们的选手在成都世大运 能够有非常荣耀的这样子的一个成绩的展现 同时也备战即将在9月份跟10月份 在杭州所办理的亚大运 一起为我们中华队加油 加油